来关心这对夫妻她们真的是感情深厚 在宜兰呢有一位73岁的张太太 她的先生中风了行动不方便 她就特别打造了这一台三轮小拖车 那么每天就踩着这个三轮车 在先生去医院做附件 来回路程呢要踩两个钟头 不过她从来都不喊累 华视新闻的独家报道 小小的三轮拖车就这样惊险的 骑在快车来往的宜兰大府桥上 遇到下坡还得小心 不时回头 生怕把后座的老伴给摔着了 踩着踏板的背影是如此瘦小 一步一步吃力地踩着 后座现年73岁的张先生 两个月前中风行动不便 张太太每天就踩这一台 用几千块定做的三轮车 在先生去宜兰南洋医院附件 为什么不搭计程车呢 我们可以载便钱了 这样哦 没有人带钱还可以叫他载掉 只是这一段由新生路的住家到医院 来回至少六公里 四十多公斤的张太太载着近九十公斤的先生 途中不但要上桥还要过铁路 来回至少两个小时 不过就算骑到脚酸 脸上吃满尘土 大太阳时晒到脱皮 下雨时全身湿透 张太太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两个月来这对老夫妻就这样骑了超过百里路 张太太不求别人帮忙 她说既然是老伴 那就不管健康或病痛都要一起作伴 借张中会 宜蘭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